金管局宣布推出新加坡亚洲可持续经济分类目录 以制定详细的预值和标准 用来定义在包括能源、房地产、交通等八大重点领域 为缓和气候变化所做的环保转型活动 这也是全球首个跨领域转型分类目录 在迪拜出席第28届气候大会的金管局局长孟文能宣布了这个消息 孟文能表示 大部分的分类目录都是定义什么是绿色经济、什么不是 但是却没有定义那些介于两者之间的 新加坡亚洲分类目录将是全球首个综合定义 在八个关键领域的转型相关活动的分类目录 这个新加坡亚洲分类目录 将采取一个类似交通信号灯的分类系统 绿色表示将实现气温升高控制在1.5摄氏度的目标一致的经济活动 黄色则表示那些将在规定时间内转变成绿色 或是在短期内可能大量减排的经济活动 而这些标志为黄色的活动必须满足严格的标准 同时必须设置一个最晚的交付日期